这些在两座绝壁之间左右跳跃 辗转腾挪的家伙 不是来自漫威的科幻大片 更不是能飞檐走壁的武林狂人 而是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野山羊 他们不仅能在垂直于地面90度的山溅 如履平地 更是会爬到百米高的堤坝上 啃食岩石 因为攀岩能力太过强大 这些阿尔卑斯野山羊 又被动物界赋予了一个新的外号长角的蜘蛛侠 那么这些野山羊 为何要爬到那么高的山溅岩石之上呢 明明没有落脚之处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 这些阿尔卑斯野山羊学名为原羊 也称欧洲原羊 常年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区 经过专家调查 成年原羊身高在一米上下 体长在1.7米左右 体重大约在150斤左右 甚至有极个别公羊的体重能达到200斤 如此庞大的体型 却在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岩石山壁上活动 恐高的人估计光想都能被吓个半死 原羊普遍生活在海拔1600米 到3100米的海拔之上 是典型的高山羊群 之所以爬到这样高山脉之上生活 只是为了躲避天敌保住性命 在原羊生活的区域内 还生活着成群的野狼 山猫 以及熊科食肉动物 这些动物都以成年原羊为始 而威胁原羊幼崽的猎食者更多 就连狐狼以及老鹰 都是潜在的对手 原羊在成千上万年的进化中 早已适应了在半山腰生活的习惯 只有在进食的时候 才会暂时下山 但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 看 几只原羊好像完全克服了地球的重力 正怕在90度垂直的大坝上 舔湿着岩石 而这一幕就连牛顿看了 都得气晕过来 这些原羊其实并不是闲得无聊舔石头 而是大坝的岩石上 能吸出大量的岩岩 这些岩分能补充原羊身体机能所需 普通的绵羊摄入岩分 有人类同位 而原羊摄入岩分 却需要自己费尽心力来获取 就连刚出生两天的小原羊也不得不跟着原羊妈妈的步伐 在山壁之上行进 但此时 小原羊胆子太小 加上四肢还没能完全顺从自己大脑的支配 只能战战兢兢往前挪动 原羊妈妈却不急不躁 在前边只管带路 时不时回头鼓励鼓励自己的孩子 给小原羊加油鼓劲 原羊妈妈的个头要比小原羊大出不少 但却能在这么狭小的地方飞奔 甚至能在这里轻松转身掉头 令人瞠目结舌 在原羊妈妈的言传身教下 相信用不了一个月 小家伙也就能成为轻功卓著的武林高手 看到这里 有人不仅要问了 这些原羊到底是如何克服重力的 其实原羊之所以能在攀岩界独树一掷 除了有后天的勤奋好学的原因之外 天赋一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二者缺一不可 才能让原羊脱离地球重力的束缚 原羊身体的独特构造 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 想要在狭窄拥挤的半山腰生活 身体应该尽可能贴近绝壁安全的一侧 这样行动起来才能更加自如轻松 摄像头记录下的这一幕 并不是电脑合成 也不是漫威的大片 这些高难度动作全部出自原羊之手 原羊的身体构造相当奇异 它们的身体要比一般的绵羊山羊扁平不少 我们平常见到的羊高头 挺着一个个圆滚滚的大肚子 但原羊却与众不同 为了适应绝壁环境 它们的体型整体看来扁平修长 利于在狭小的空间逗留 其次 原羊的四个蹄子也是它们的秘密武器 虽然原羊的蹄子也是分为两半 与普通羊群外形相似 但却内有乾坤 普通的绵羊四个蹄子都是坚硬的角质层 用于与坚硬的地面摩擦 不至于让脚底板磨得生腾 而原羊的脚底板四周 有一圈柔软的肉质包裹 这层肉质包裹就像是猫咪的足部肉垫 能柔软的贴合突出的石头土块 分叉的羊体 更是能紧紧扣住任何一个落脚之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原羊的身体柔韧度很强 身体几乎能弯折180度 这个特性能让原羊在绝壁之上 实现掉头转弯 不至于形成近无可进退无可退的尴尬局面 这些天生的利器 无疑是帮助原羊攀岩的 得天独厚的优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此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 如果把自己家的绵羊放到峭壁上 会不会也像原羊那样 激发出身体的技能 给大家来个飞檐走壁呢